Nubia Z17s对比1加5T 深度评测 随着年轻人喜欢玩手游 上瘾者越来越多 有的喜欢玩吃鸡 有的喜欢玩王者有要 想愉快玩这些手游的 都是要一个高配置的手机 否则在关键的时候肯定掉对了 目前做的手机都步入了全面屏的时代 每个厂商所设计的全面屏 以及性能配置的标准都不一样 为了让手机有更好的体验 各家厂商都开始玩差异化的新潮 下面小编就来分享一下 Nubia Z17s对比1加5T的评测 看看哪回手机更适合当游戏装备呢 Nubia Z17s手机延续了上一代的 规格5.73英寸1080P 无边光全面屏 独一无二的17比9比例设计 四位率为2040x1080 性能依旧搭载了高通骁龙835处理器 10nm制程工艺 采用自研的K280CPU核心 包括4x2.4GHz性能冲击 和4x1.9GHz的效率冲击 图形核心升级到了A540 拥有双14位的180FP等模块 内置6GB加64GB 8GB加128GB 存储组合可选 内置3100环时容量电池 支持26瓦快充 5V 5.2A输出充电 支持后置式指纹识别 没有面部识别功能 运行基于Android 7.1.1 优化的Nubia UI 5.0.1操作系统 Nubia Z17s在拍照上是其最擅长的 前置500万双摄像头 支持80度大广角拍摄 支持AI人像2.0算法 后置双摄有了新的升级双摄方案 采用了2300万像素加2400万像素感光 以及对焦单元双彩色上头 主上头和副上头的CMOS都是索尼硬件 分别是MX362和MX31 拥有独家定制的景深芯片 支持17级的背景规划调节 全像素双合对焦支持两倍的双倍变焦 加入了3D降噪2.0系统 支持最快0.03秒 可以实现单反相机级别的多点对焦 对焦点最多可达25个 1.5T采用了6.0英寸的18.9OMOLED屏幕 位率为2260x1080 性能继承了1加5同款的小龙835旗舰机处理器 内置8G RAM加128GB的存储 RPG.4X内存加UFS2.1存储配置方案 台湾三星10纳米 制成工艺 大核核心频率为2.45GHz 小核核心频率为1.9GHz GPU为A540 相较于上一代性能提升25% 配备后时上头采用双广角解决方案 其中1600万像素为广角上头 后上头采用2000万像素的 索尼MX376K传感器 光圈同样是F.7 支持双核对焦 位置3300mAh电池 支持DASH闪充 支持后知识指纹识别 支持面部识别 运行属于Android 7.1.1 7OS操作系统 通过跑分数据来看 Nubia Z7S手机 安兔兔总分达到了207532分 而GPU性能得分为82464分 鲁大师性能评分为159191分 体验评测分为137.34 AI性能评测分为149分 1加5T的安兔兔总分达到了211895分 其中GPU得分是84891分 鲁大师性能评测分为163794分 体验评测分为137.57分 AI性能分为142分 这两位手机都搭载了高通骁龙 旗舰级的835处理器 性能是非常的强 等于10纳米工艺 以及全新的CPU架构 及GPU 高通骁龙835的综合性能 相较于骁龙821 实现了超过10%的提升 但就性能来说 GPU性能的提升幅度 则超过了25% 在游戏体验方面 通过专业软件测试来看 Nubia Z7的手机性能 达到了53F 整体电池续航平均能长4.8小时 资源使用状况 CPU占用高达11% 内存高达636兆 GPU性能占用18% Nubia Z7的性能 平均达到60F 宝则电池续航平均能长达4.2小时 资源使用状况 CPU占用最高达6% 内存最高达409兆 GPU性能占用平均21% 这样的成绩还在标准范围内 有此可见 Nubia Z7在流畅度方面非常自然 有8GB内存组合 保持原生态安卓优化 加无任何程序 在全开游戏特效 没有出现任何卡顿 性能与功耗相对平衡 Nubia Z7s需要升级到最新系统 会更好一些 不会出现小岩石和卡顿 整体流畅度还可以 综合表现上 没有一家武器性能上 来得那么干脆 总结 通过这一次的对比来看 这款手机除了外观全面屏 更有特点 性能上还是有个差距 一家一贯坚持原生安卓 以及性能发烧 彰显个性不将就的产品 而Nubia Z7s专做无边框手机 这次的无边框再度突破2.1时代 在游戏视野上 独一无二的17比9比例 比一家武器更爽一些 前后四摄拍照功能更为丰富 还能体验到更多系统提供功能 如果你喜欢不错的手感 人像虚化加大内存 大性能表现突出 推荐一家武器手机 如果你专注拍照 有可塑性 有更多趣味的功能 不错的性能表现 加拍照 一样精通 推荐Nubia Z7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ubia Z7s对比一家武器 深度评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